NBA训练营已经来了,那么常规赛还会远吗?不远了,还剩下20天而已。 虽然新赛季还没开打,但在众多媒体以及广大球迷看来,2018-2019赛季总冠军已经没啥悬念了,就连胡神新老大詹姆斯也很表态新赛季总冠军只有一个,他们就是金州勇士。 既然如此,那么哪支球队会是勇士新赛季独冠路上的最大威胁呢? 对此,有时克莱唐普森在媒体日当天说出了内心的看法,唐普森表示,我认为东部博士对凯尔特人是那支球队,他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年轻球队,从一号位到五号位,他们就好像是镜子里的我们,从他们的身高、投篮、防守以及乌斯的程度来看他们都是如此,所以我认为他们会是一支非常难缠的球队, 在汤神看来,勇士新赛季最大威胁就是东部凯尔特人,他们看起来就像年轻版勇士。 当然汤神,也就只说出凯尔特人这一支球队,没有提到火箭,也没有提到胡人。 如今海沃德、欧文监视商与归来,阵容中还有司马特、罗奇尔等球员,确实汤神战话说的没毛病,充足帅到球员。 凯尔特人都是全联盟中最能匹配勇士的球队,如果两支球队相遇总决赛,最起码要大赶六场。 在这里提前大胆预测,凯尔特人定将成为东部新霸主,勇凯大战将是新赛季的总决赛最大热门。 消息人截图NBC权威报道